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才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幫手大挑戰 最近小庞对照相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工作先生看到小庞这个模样 决定让小庞挑战新的任务 那就是 工作先生拿出来的是爱犬杂 原来这本杂志里面有个公图者投稿爱犬照片 相当受欢迎的照片专区 所以这次的任务就是 小庞替詹姆斯拍照片 这次拍照的地点就在走过这一座大桥前面的 这座美丽的公园 不仅有漂亮的建筑 还有油菜花田这些美丽的景色 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地点了 拍好之后再拿到附近的相片馆 请他们帮忙抽洗出来 终于要出发咯 在你之前先确认照相机的功能 对于第一次的照相挑战 小庞和詹姆斯显得干净十足 不过对两人放心不下的公子先生 决定还是偷偷地跟在后面 脚步轻快往前走的小庞和詹姆斯 最后 终于抵达拍照地点的公园了 到底小庞能不能帮詹姆斯 拍出美美的照片来呢 在两个小渣活面前 出现了一道片美丽的草地 这里应该能够拍到漂亮的照片吧 好 小庞先把相机的电源打开 不过按钮实在是太小了 对于小庞来说还真有点困难呢 到底能不能按到呢 小庞你好厉害哦 真的已经会用照相机了耶 小庞离开詹姆斯准备要拍照片咯 奇怪 詹姆斯不见了 詹姆斯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坐到了小庞的旁边 小庞突然带着詹姆斯到底要去哪里呢 小庞真厉害 这下子詹姆斯就不能乱跑了 好了可以来拍咯 这可是值得纪念的第一张咯 角度不太对吧 哎呀小庞这样子主角不就成了垃圾桶了 接着小庞他们来到了 非常漂亮的油彩花田 小庞立刻开始了拍照任务 小庞你只拍到半个詹姆斯 然后 小庞 这张照片里的詹姆斯也实在是太远了 小龐 你到底能不能拍到好照片啊 接着两个小家伙来到了这座运动广场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设施 应该可以拍到不错的照片哦 小龐首先选择的是 溜滑梯 小龐 詹姆斯没办法爬这么窄的阶梯了 然后 从溜滑梯上面小龐拍到了这张照片 接着 然后他们又来到了天鹅船码头 小龐把詹姆斯拉到了天鹅船上 原来如此 他好像打算拍坐船的詹姆斯 小龐真是有一套 小龐按快门的手法也好像越来越老练 小龐 要拍到詹姆斯太行 小龐 小龐好像一直没办法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 就在这时候 没想到发生了一件意外 詹姆斯大城的天鹅船竟然飘离了岸边 语 大城 小龐 小龐 天鹅船渐渐的越飘越远了 小航赶紧朝着詹姆斯的天鹅船追了过去 最后 天鹅船总算飘到了另一头的岸边 詹姆斯也安全无事 可是 船和岸边还是有一些距离 小航他根本过不去 小航好像有了什么好点子哦 小航 你要去哪里啊 没想到他拿了块木板来 小航打算用这块木板连接天鹅船和岸边 他成功地搭出桥来了 他成功地搭出桥来了 小航 你在这里还要拍照啊 这张照片拍得很不错哦 之后小航又继续拍了好几张 拍照任务就这样子圆满结束了 接着小航就要去洗照片哦 小航带着照相机和詹姆斯到达了相片馆 当然 工作先生事先已经向店家说明 小航要来洗照片的事 小航让詹姆斯在店门口等候 好不容易推门走了进去 小航将照相机交给了店员哥哥 请他帮忙洗照片 到底照片拍得如何呢 小航抱着期待的心情 将冲洗备用付给了店员哥哥 对 小航非常有礼貌地向店员哥哥道谢 开心地走了出来 到底照片照得好不好呢 我们下集再看咯 干什么事 好